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直進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試吃激》 繼續可以留言在Facebook、YouTube 以及大家以前是3083399 第二節就答問題 恆生指數現在跌224點 27845點 成交額榜上 港交所叔很厲害 正在升5% 若明反彈4.8% 李寧也升4% 中遠海控昨天蔡晟 宋紅股現在正在升6% 暫時這幾隻最強勁 跌的其實雖然市跌200多點 但跌的股份其實跌幅不算太多 暫時來說 不知是否A股方面有幫幫忙 似乎有多少氣氛不太差 不過始終個別股份引致到市場 仍然有點緊張 尤其是科技的情況 隔夜的時候 納市方面 雖然有一個V型的反彈 但跌幅仍是集中在中概股 這裏大家都仍要小心 暫時就不要入絕了 現在市場雖然有恐怖氣氛 但也有不少就不錯的升幅 例如中遠海控 因為他昨天很受關注 除靜了 現在其實是創這10年來的新高 如果要再看上去 很遠的位置未必會有影響 雖然也會有一些 譬如是否是鞋貨 但現在16.8毫升 已經上了16元 如果有貨的 都是繼續持續 再上 可以看到尺頭關 可以望下20元 這隻就持續地上揚 可能是有些拆細因素 另外一隻都是跟熱淚頭的網 比較強 比較小小的就是316 板塊也很強 對呀 316今天都升了2%過外 勢頭上面都強 東方海外 另外1308 海豐國仔 大家都升了2%的 升幅 又是創了新高 當然這隻股更加之厲害 就是歷史的新高都破了 還有一隻2343 其實都是高位 正在做一個橫行底 慢慢去U型 小圓底 想上去準備破頂之勢 整個板塊都做好了 再看看其他一個 今天升得多的 榜上還有就是李寧 李寧現在升4% 報92.4 本身就很強 升到爆的 不要追著 現在其實他回完之後 都挺有力再上 現在你最新可以擺一個 今天開市位 可以做你現在的一些防守 指贈位 紫薩位 再上網他破頂 可以看到 都是破歷史頂 96.5 接著就看破頂 105元的挑戰歷史高位 特別我會建議大家留意 因為較早之前就有一個形式 然後裂口就高開 衝高那一天就收窄升幅 而裂口那時開市價是91元的 那這兩天就失去了 今天又得了 我覺得可以在他確認 站穩91的時候 再去估他一路向上 如果今天下午升幅未能夠站穩91的話 也要多看一會 Vivian 這個時間我交給你 然後我有節目 好 大家就照樣繼續可以留言 待會都會照樣 聽電話同胎問題的第二節的時候 可以看完其實今天這個 一個板塊就反彈得厲害 就是昨天大跌的醫藥股的板塊 昨天其實今早也提過 不過再跟進一下 因為不同幾隻 昨天因為國策打到醫藥股那邊 其實它主要是針對一個腫瘤藥的 但影響到研發 擔心令研發成本增加 因為提高了腫瘤藥的 腫瘤臨床研發的標準 令到CRO企業大跌 但其實五後本身超跌了 跌幅收窄 然後大行就出來加持一下唱好 就說這個新規定之下 龍頭的公司長期會受益 有些似 其實不同行業都有這些東西 例如水泥業或很多行業都有一些去落後產能 這些其實就是會淘汰一些比較落後 或者很容易淘汰落後或小的公司 龍頭公司短期內如果你說是不是那個餅小 都會有少少受益 但是龍頭公司相對去到一些產能 其實對它們反而還有機會是好事 那怎樣也好 其實昨天都很明顯是一個超跌了 超跌之後今天反彈呢 有貨的都是繼續持有 如果你說要去到 今天應該都有問加貨或買 我覺得如果譬如以若名為例 我覺得你想加的 因為加就可以看一點點 因為本身已經有了 但是如果你說到現在 未有貨一直撐住的 想入的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入一住 就看著8.2元的齊頭關 即今天開市位 就做你現在的一個止賺止蝕位 因為它昨天其實就跌到去 去淚頭那些的橫行區間 那裡也是很有成績 整體其實幾隻的CRO約股 都是這個的一個走勢 那還有一些股份 尤其是是跟一些 抗種樓約研發相關的股份 其實都大跌的 那1548 那今天反彈得更厲害 那它昨天就大跌 現在反彈有8個巴仙 35.5元 但是這一隻 我就沒有特別看好 雖然它走勢很強 因為它過去都挺 因為這期是有高領入股的 前排前一層 其實它過去也有試過一些 出事這樣的情況 變成這個就比較 約保留一點點 但是走勢很強 如果你是純體走勢來說 又真的可以想想的 那純體走勢來說 其實你就看到 都是可以看到 6月的低位30.3元 如果你要部署的話 都是看30.3元 做一個指示指站位 但現在35.5元 30.3元 其實它現價是十幾個巴仙的 算是多一點點 但我覺得如果是十幾個巴仙 都算是可控的範圍 不過我繼續都是 如果選擇藥股 都是首選CRO 就是一個做研發外包的範疇 那幾隻 首選都是選一隻藥名 藥名生物 其實還有一些股份 其實整體整個版本 昨天大地圓有彈的 還有就是9939 開托藥業 剛才彈得好一點 現在都縮窄了 只剩下0.9%的升幅 它那個反律幅度 就是被蒸發了很多 如果甚至純粹看賣位 這樣都未必選擇它 看了各方面 其實都是CRO的幾隻 就比較可取 除了2269 藥名生物 還有是2359 藥名康德 3759 康農發城 升3% 3347 泰格 升2% 主要就是 大致上就是這幾隻 港股裏面 都是繼續向好 現在這幾隻都可以有 就繼續持有 剛才說到榜順 還有一隻升得很厲害 就是港股 所以都大成交升 今早也有觀眾問 其實中長線持有就可以買 現在就再升多了 升5% 490元 因為現在就開始 又有些報告唱好的 就說 覺得這個第二季度景氣 首季回落 又說 現在的各樣 按之前 譬如是成交額 或者是期盤的成交 有些按年的跌幅 但是呢 就預計 2021年的總收入 就有按年增長到7% 以及預計第二季是多賺8% 算是一個 接下來有一個不錯的業績的預期 還有本身呢 它又有做債券通 它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債券通 或者是一些商品的期貨產品 亦都全部都 一邊推出又做 前陣子 其實很多的之前 還有 界內症 和一些卵商去開發 不過這個就好像不是很熱潮 因為那個玩法又比較複雜 但是總之它現在呢 是開始 有資金追捧下 本身這隻都是可以中長線的一隻 如果你說要去到 看位置怎樣破到這個區間 其實是490 現在是來到這個位置 暫時未破到 所以其實剛才 你中長線橫行區間可以吸貨 如果你是要爆發力 來到這個位置 要爆發力來說 就要等到490以上 即現在是去到那個區間頂了 那就可以看看是否衝破 我想都有機會 因為今天都挺有力 剛才早段都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它早段探員底 又彈了上來 那可以先看看 如果是未買的話 因為都有不同的情況 突然間就升多了 那另外就可以看看 一些數據的消息 就是車方面的數據 國家公安部的統計就說 截至今年的6月底 全國新能源汽車保佑量 就有603萬部 佔總汽車總量的2.1% 純電動車保佑量就有493萬部 佔了新能源汽車總量的81.7% 上年註冊新能源登記的新能源汽車 就110.3萬部 比起去年同期就同比 就增加77.4萬部 增長就有234% 如果跟19年上半年比 就增加47.3萬部 增長有74% 其實創了歷史新高 而新能源汽車的註冊登記 現在就佔汽車的新註冊登記量的7.8% 佔比不算很強 但是增長很強 所以佔比未那麼強 就是接下來還有大的增長空間 現在看看車股 比亞迪就升1% 比亞迪也做好 現在是在6月底之後 可以說是一個整股之中 今早看看吉利的數據 吉利的數據一般 不過板塊是好的 它都在這個底部撐得住 23.1.5 這裡撐得住 就繼續有得彈發一點點 還有23.3.3 長汽 這隻都是在傳統車企裏面 新能源車的轉型比 我覺得是做得最好的一隻 所以其實今天都不錯 它的銷售數據都很好 還有 近鋒利業 做鋰電池資源顧問 其實就破了這3月以來的高位 這隻應該連日都有說 就繼續看好 Jang Van Gogh 123元有貨上網 其實上網看破頂了 就看149.7 即是看歷史高 149.7 即是年頭的高位 另外 這個也是這陣子都有說 2845 也有次有比亞迪和禁風 它就是 其實強過很多港股車股 因為它是開A股的產業鏈 很多鋰電池股份 頭一隻就是寧德時代 它也是創新高 其實沒有一隻主流車企 港股是可以破年頭高位 它就已經破了 所以 下一隻看的會 會上去的 都是比較偏向看 產業鏈多於車企 這隻禁風 你應該也有望 可以挑戰年頭的高位 大家可能之前要買的都買了 繼續拿著它 另外還有一隻廣氣 其實都出了數據 2、2、3、8廣氣 它就說廣氣的Ion 6月中端銷量 按年增長1.9% 上半年累計 增量是128% 但是它本身 好像看數字的增長不錯 但因為它本身 其實就比較差一點 因為它這個Ion 就有去年 6月中端銷量就突破過萬部 去年同期3587萬部 因為它這個系列 本身的基數就比較低 所以看來增長就很厲害 股格今天也有些起動 但就真的不建議追落後 真的 就是總有原因的 就不要打算追落後 還有之前就 講起整個公司銷量大數 不是很差的 但是 如果 因為你對比 不是對比實數 而是對比增長 但是對比增長 其實它就落後於其他車企 就真的 不選它了 選哪一隻 平時也有說了 現在就先去廣告 我們稍後回來看大家的留言 和答問題 好 回來節目時間 開始答問題 顏敏就說3993都是資源股份 4.9號有貨的上網幾多 現在5.1號升5% 今天就上網 因為它之前就被這個國家 就打壓一些金屬資源 又釋放一些儲備出來 搞到整班炒得很厲害 之後就大跌了 現在上網可以看第一個阻力 下一個關口 就看到5.36 你看看能不能突破 現在看到 那個反彈力度是不錯的 如果你去到5.36 你破了上去就拿著它 你看到這個位去到上不到 才說只賺 然後2331 東方的月亮 它就92元有貨的上網幾多 剛才有看過 就是李寧 現在上網你就首先看了96.5 就是最前那頂之後 就看挑戰歷史高位 是105元 現在其實你吳川 今天那個開市位87.8號半 可以拿著它 可以看完就是 658 658 就是這個中國高速傳動 Amy說可不可以進 我就不可以研究這間公司 看來市值就小一點 80億 走勢都不是很好 如果純粹看走勢 可以看5.47元 找了才去考慮 才有動力 暫時就未有住 然後就是 剛才都說過一堆車股 阿森就說 2333 23.8有貨的 今天走勢是否似 今天走勢是否似起動呢 是的 升破了26.8 是不是看28 26.8 就是26.7號半 就是差不多這個位 就是4月到現在的阻力 其實這裡升穿了 如果很大機會起動 如果你想保持住 其實想買的話 只要不穿這個24.4就可以拿著 然後上網就先看了28.05 然後就是29.3 慢慢再看上去就是看破頂的 然後就是36.90 36.90美團 ANGEL就說285有貨的 上網多少呢 現在你就先看著285有貨 285其實是這個 等於是6月至6月 整個6月的底 如果用開市收市位計的話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看著285 一個防守位 那你這個買日價 其實就比較有防守力 就是收穿285你就走勢 現在其實整體科技股來說 因為今天也有 會有些客人問 好買這些 你現在先上網做了333 那如果你說整體現在 科網平台股份 我就不太建議尖手 或者譬如你騰訊那些 但是因為有一種做法 你其實駁它超跌反彈 你就要自己好好伸手 好好伸手文字才行 那我未必會見 就是不會隨便建議大家這樣做 但是如果是這種玩法 其實因為它們已經超跌 正常是會彈回一點點 但是你說真的如果要買 真的比較 因為如果這種超跌反彈 其實它可能彈回一點點 就已經馬上再跌 其實潛在回報未必很高 但是風險就大一點 所以一般就不太建議去進 然後6626 6626就是月秀服務 白郎就說 好買的 這隻新股其實走勢不錯 現在也有一個破頂的 潛在有破頂的力 你可以看一下 7月2日開市位5.6毫 現在5.5 不如先看多天 再有力開揚足才去上 因為今天正在做5.3毫 正在做支持 之後就看5.3毫做指示位 Vicky說是1308上網 這個其實因為它已經在破頂 沒有什麼直接的位置可以參考 其實再看上去下一個斜頭關 可以看到40元 它就26元做了一個重要支持位 你如果可以比較 不是那麼超級短線的那種 其實26元 你也可以繼續拿著它 繼續上網 繼續拿著它等它上 它有機會回回一點 因為這幾天都衝得很厲害 也都去到超賣了 那回回一點點 不是太明顯回套 或者不是說真的要轉弱那種 其實就是可以的 就是正常調整的 其實嚴格來說 不穿26元都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參考前頂 前頂31.4毫 其實31.4毫都不穿 就更加不用擔心了 然後看看14.15毫高位電子 14.15毫高位電子上網 這個很接近 因為先看5.27毫 很快就到了 然後4.99毫做止攝位 都挺清晰明確的 它這個很容易看 它那個走勢就 然後就是 看一下Facebook上面 照顧Facebook的觀眾 就是1585 1585就是Tang Wei Linwa 阿迪就有貨上網多少 這隻其實都是雙輪的 電動車概念股份 都挺多會熱炒的 炒起來的時候 但是我又是因為我沒有特別研究這隻 那麼選擇的話都傾向 車企駕回給阿迪長期 你說說到你電池產業鏈的 其實還有禁風 2845這些 那我就未必選到它 但是如果你有貨的 現在你就看 看著6月中那裏 17.28毫 上得到17.28毫 才再看上去 它都不算強的 但是你可能憧憬 那會不會有個整版的炒訊 因為很多時候 那個版法氣氛好 就有些相對未必是最好的公司都會上 那呢 看看2013先 2013 多少錢入貨 Apple說不要入了 現在呢 有一個最簡單 看著6月中那裏 16.46毫 那村座 其實是向下的 有貨就看著13.8毫 其實都很危險 就不要入了 因為科網股份 都比較危險 現在的中資科網股很危險 然後就是 2018低 有支持好沒有入 Sill Cat說 看多兩天 因為它就由6月20多號開始 就轉了向下 有支持 上得到57.6毫 這次才算是支持 未上回就未算是支持 如果真的有支持 它應該立即彈到上去 現在不是很有彈力 2320又是手機股份 Marble 走勢就好似的 買不買都是 先看多兩天 上去才買 起碼上得到242.6 才叫做 這裏是一個支持 如果未上到 現在仍然向下 都未可以見到是一個支持 接著就是 1801 1801 信達生馬 和1810都有貨點部署好 可能它喜歡這個號碼 打算旺一點 信達的話 就好像其他那些約股 就看著6月中的低位 就85 今天其實低開 叫做上得到85 就先看這裏 用85做止攝位 收市計 就是拿著它 接著是1810 這個就差點的情況 不知道多少錢有貨 如果是會看 其實6月中的低位 其實破了一段時間 27.05 其實你穿這個位要走 就應該走了 即那個位要走了 現在很快又到下一步 變了現在你就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看著24.4.5做止攝位 來到現在 因為就到 即那個位一穿 要不就馬上走 如果你不走 要不就長渣 要不就再看下一關 所以現在跌到來 近下一關 就要看下一關 30元有貨 說說小米沒有扣 那就不要扣 轉去航運 你轉得有點遲 但是 都可以的 但是現在小米這個位 走就 因為如果你看 27.05 穿了走 你就應該在7月初 26.22已經走了 現在不算跌多了很多 跌多了少少 那麼如果你是會有這一個 覺悟的 就轉完就不要看回頭 然後是2013軍價 16.6 可不可以長期 因為它主要是一隻SARS股份 其實那個股值是比較偏高的 這些板塊的股份 因為事件不好的話 其實有機會有大幅調整 還有因為現在 真是中資科網股份的陰霾好深 因為 譬如過往有些 有些我寫過的 看好的 比如909 或者 Edo這些 其實它們都是 它們不是平台來的 但是SARS股份 始終都是一些 支援網絡平台的 一些軟件的形式去生存 所以其實都是一齊受影響 都算是科網類型的股份 其實就一齊跌 阿森都說破底 其實就是破底 所以其實穿了16.46 就是第一個要沽出信號 應該是要走 如果你不走 如果不走 就像剛才的小米那樣 如果你破了第一個位不走 你就要不決心收起來長渣 你壓力能否長 可以的 不過覺得風險比較大 還有它已經 3月到現在已經橫行 你看3、4、5、6、7 4個月都橫行了 其實4個月 你的錢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你說喜歡這樣做 也可以的 又或者 如果你穿第一個位 16.46 不走 就變成是看大底 還有大底可守 就是13.8 所以如果 第一個位穿的時候 沒有走到現在 就看13.8 買的就不要賣 不要打算去撈底 有機會彈一點 剛才都說 譬如 這些騰訊 這些可能很有機會 技術反彈 但是 就是比較大風險 這樣做法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這樣做 因為其實有些可以容易賺錢的機會 就不需要去這樣搏 那就是 Kam K 看到我 就減遲了少少 現在 本人持倉很少 那就好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股份 走弱了 減了 其實你可以留下一些很強的 在這裡 其實又可以加 加倉強的 就是太弱留強的過程 我們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待會下午3時45分 再跟大家看 還有一個A股節目要留意 1時45分 因為大家現在關注 這麼大的政策監管風險 我們有一位在深圳A股專家 我待會就會問他 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時再見 拜拜